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茉莉花 这盆茉莉花呢 它冒出的花苞已经被种害了 侵害了 看下这些花苞已经被干枯掉了 看下盆面这里已经长满了杂草 难怪这些枝条长得非常差劲 还有这些叶片有泛黄的现象 其实呢 它就是养分攻击不上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杂草把它去除掉 因为这些杂草呢 它也是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给去除掉 而且呢 它这里啊 已经冒出了一个菌 产生了真菌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在盆土里面 给它杀菌 不然的话 这些真菌 它就会危害到茉莉花的生长 其实这个叶片 这个芽点这里 它已经冒出来了 只是养分不足 它生长得比较缓慢而已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种塞肤显胺 给它进行杀菌 把它杀到盆土表面 因为它是一种内需型的杀菌药 我们把它撒到盆土表面 很快就会溶解到土壤里面进行杀菌 有效的把真菌续菌通通给杀灭 还有这些花斗呢 已经被一些虫害来侵害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剪掉 留着也没用 反正它也是开不出花来的 因为这些叶片有些泛黄明显的切法各种颜色 还有就是养分 那么我们给它养护呢 给它施肥 最好使用这种塞肖复合肥 因为茉莉花它是比较喜欢大水大肥的一种植物 只要满足它的所需求 它就会长得更加旺盛 而且它也是非常勤快开花的 那么我们使用这种塞肖复合肥呢 它里面不单含有三大元素 还含有其他微量元素 比如硫、薰、氧化酶 这些微量元素呢 都可以有效的补充叶片上所缺的一些微量元素 可以交替来使用 这样就有效的补充养分 还有就是可以进行的把盆土里面的续菌给杀死 等到一个星期之后 就可以给它使用这种塞肖复合肥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茉莉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